其实这场大地震截至目前为止 死亡人数已经来到了一万七千人 而台湾的搜救队在土耳其强症当中 也奋力地救出了一名受困的灾民 但是整个救援的任务却是困难重重 因为这名受困的女子 她的身体遭到严重挤压 深埋在瓦砾堆当中 除了提供疏液还有插管治疗之外 也在狭小的空间当中 协助进行难度极高的截肢手术 女子历经了五个小时脱困 失去呼吸心跳 虽然经过急救之后 一度恢复了生命迹象 但是非常遗憾的是 送医治疗之后仍然是宣告不治 不过台湾时间今天上午 搜救队又发现了第二名的受困者 不断地敲击旁边的物品发出声响 那么目前已经移交给 土耳其在地的消防队 要持续地全力抢救 女子被夹在瓦砾堆中痛苦哀嚎 地震发生后受困长达近五十个小时 几乎奄奄一息 透过搜救队员第一视角画面可以看到 建筑物完全倒塌 女子头上脚下被深埋其中 搜救队员虽然已经看到人 但要帮她脱困难度相当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女子的神医越来越微弱 手部逐渐发黑 四肢失去知觉 情况不乐观 折起来的 土耳其当地时间八虎四大虎 台湾搜救队听到微弱呼救声 立即开挖抢救 但她遭到长时间严重挤压 患者意识逐渐模糊 忧心引发枪式症后取 只好紧急实施截肢手术 深埋在瓦力堆里面 只能用徒手的方式 军刀具以及小型碎石机 立即五个走时 女子终于被救出来 但却失去生命迹象 经抢救一度恢复 不过人送到医院后 还是抢救无效 宣告不治 肌肉神经都坏死 所以之后那个肢体可能还是 就算保了命 也是不一定保得住 她四肢都困在瓦力堆面 其实根本没有办法 控制肢体的流血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抉择 在当下 大火不敬 八后深夜听到超级声 发现第二名受困者 而搜救队第二批走时人 也陆续到位 台湾对积极投入 土耳其救灾 也受到国际关注 更首度被联合国 正式列入国际搜救阵容 让世界再次看到 台湾CanHelp 不放弃任何希望 节终合报道